沒有人否定你有論文 因為你的論文是2019年加工送上去的 沒有人否定說那裡確實是有一本 但是我們在問的 你1984年的那本在哪裡 有沒有 來 我們看看你怎麼回答 那我們 我想現在有很多人 都沒有否認有論文這件事情 你的回答是 我們來看看囉 人說謊的時候 會吞吞吐吐 眼神閃爍 你說我想現在很多人質疑 我們在問你的論文真假性 結果你竟然說 大家都沒有否認有論文這件事不是嗎 大家在質疑你的論文是 2019年加工送回去的 你回答說大家都沒有人在質疑 那是一本論文嗎 就好像警察抓到了一根使用假鈔 然後把它扣上手銬的時候你又說 怎麼都沒有人質疑這是一張鈔票呢 所以蔡同學你的邏輯很差 邏輯這麼差怎麼能學法律呢 好 那接下來這個問題是說 那你2019年的這份論文才出現 你的指導教授呢 你1984年畢業 先民業呢 我們來看看你怎麼回應 我們來看看你怎麼回應 你說了半天你沒有回答到問題啊 你說你當年大家都跟你一樣 請問你大家都跟你一樣拿1.5個博士呢 都拿1.5個博士嗎 其他所有的人的博士論文上都沒有指導教授 都沒有簽名頁 都沒有人確認 而且你剛剛講人家懷疑你說你2019的這個論文是拼湊的 結果你說什麼隔行如隔山 所有學過博士 修過博士的人都知道 不管你是研究宇宙大爆炸 他的學位的方式是一樣的 而且蔡同學 你掰這個謊會為你將來被繩之以法 一刀斃命 一槍斃命 三槍斃命也好 的一個有效的物證 因為你別忘了 你同屆還有另外兩個law degree 他該不會也消失了吧 就算他消失 你前一屆的人也不會一起消失吧 所以你說隔行如隔山 不同專業評論要謹慎一點比較好 我想林環牆教授的領域跟你非常相近了 人家也是經濟嘛 好 那我相信就算我這個綜藝咖是新聞 新聞人有一個好處 他可能什麼東西都沒有很專心 專業 但是他至少在每一個領域他都懂一點 這叫新聞 好吧 那我想三個博士同時檢驗這件事情 所說的話應該有幾分的信度吧 好 最後要問到你的一個問題是 你的論文為什麼這麼神秘 你說按照當時的規定 請問當時同學當中107個人有哪一個人 他的論文跟你一樣是四不一沒有 四不一沒有 好 什麼是四不一沒有 好 我們複習一下 不過我們先聽一聽看看 記者問你的時候你是怎麼回答的 好 那麼徐永泰博士也好 林環牆博士也好 他們一個人在8月初一個人在9月中分別親自到了LSE Library 他們共同發現的一件事情是 在LSE Library的這一份是全世界目前唯一公開的一份的蔡同學的論文 他被刻意的保存在LSE的The Women's Library Reading Room 婦女圖書館的閱覽室 那麼這件事情蔡同學你都不知道 好 我們假設你不知道 然後借閱的時候都有四個必要條件 第一個 要有LSE的圖書館卡才能進去 你要事前申請 第二個 你必須指定在LSE的Women Library的Reading Room 閱覽 第三個 你必須在圖書管理員的監督下閱覽 第四個 四不一沒有 不可以拍照 不可以飲用內容 不可以錄音 不可以用綱筆 不可以喝水 只能夠用鉛筆做筆記 一沒有是 沒有作者允許 不得借閱 就是說你到那裡沒有用 所以我們匹胖團呢 我現在有點擔心我們會失望 因為到那裡去申請 申請他說不得不可以 作者不允許 那你就沒辦法 不過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我們不能看論文 我們還可以看看國會議員 可以看看記者 對不對 還可以看很多東西 看不看不到笨論文 可以看到大笨鐘 所以沒問題 好 那麼蔡同學剛剛講了半天 一副好像她不知情的樣子 來我們看看 林環牆教授跟徐永泰博士 他們去的時候 圖書館不是都告訴他們說 因為應作者要求 所以必須遵守以下的規定 不是嗎 而且最後還補了一句話喔 沒有作者允許 不得借閱 OK 妳健忘了嗎 最後 最後 我們要做的是一件事情是 叫做犯罪心理學 我們來看看 當記者問到她說 為什麼妳的論文會這麼特別的時候 她的回答很有趣 我們短短的我們再重複一遍 你們看看 為什麼要整個論文的話 比如說規短 比如說不可以用翻牌 不可以用不可以用鋼琴 這個我不知道 這個我也想去了解一下 你訂的 當然不是我訂的 因為她說是你要求的 不會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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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徐永泰教授的 徐永泰博士的上中下 在聯合報室分三次 然後在世界日報室一次登完 你可以看到她的內容 有人會開始抹籃 抹籃徐永泰 抹籃我 為什麼在統媒上面 我再講一遍 因為世界日報是在北美全面流行的 全面流通的 其他有些地方是區域或局部流通的 世界日報是一個唯一繁體字 在北美地區全面流通的 發行量比較大的中文報 所以要廣而周知 可能是放在那裡 因為她是北美的學者 那麼因為世界日報跟聯合報是同個體系 所以世界日報的東西聯合報轉載 好 徐永泰報告上面寫得非常清楚 他說這個圖書館員 這個Liberian 這位女士 非常地客氣非常nice 他不識得到 徐永泰博士的桌上去檢查 所以徐永泰就好奇地問這位 G 我們就姑且把她引起名叫G 女士 為什麼會有這麼嚴格的要求 一篇學術論文的封存日期 如果牽涉到專利是例外 但是有一定的期限 所以這位圖書館員告訴他說 LSE 校方尊重作者的要求 聽好喔 LSE 校方尊重作者的要求 沒聽清楚再一遍 LSE 校方尊重作者的要求 破案了 兩種可能性 第一種可能性 這一份所謂的2019的論文 作者不是蔡英文 所以 所以 所以蔡英文說 她不知道 第二個可能性呢 來 我們往下看 到現在你都不知道 6月28號 把這個論文送到了LAC Library 到今天為止 已經快三個月了 你都不知道 我非常擔心 這是嚴重的國安問題 林環牆 徐永泰兩位博士 都出了洋洋灑灑的報告 告訴所有全國觀眾都知道 四部已沒有 沒有作者允許 不能看 而且這個四部也是 作者跟校方的要求 結果你竟然不知道 意思是什麼 這是一個重大的國安危機 所以 就是一個重大的國安危機 這是一個重大的國安危機 你也不太重大 你不太重大 怎麼會呢 蛤 我不知道耶 怎麼會呢 嚴重的國安危機呼叫李大維 這件事情非同小可 非查不可 四部一沒有 現月蔡同學的論文 蔡同學竟然不知道 好 退萬不言 你真的不知道 你咔吧 你末梢神經出了問題 三個月後你竟然不知道你的論文被人現借月 那麼 如果我當場被人問到這個 我一定震怒 怎麼會這樣子 我現在就責成外館 馬上告訴倫敦政經學院解密 立刻公開給大家 千萬不要再把我的論文封存 憲我於不義 結果沒有 他只說了一句話 不會吧 這什麼意思呢 我如果是蔡同學 我立刻告訴倫敦政經學院 我會把我的論文放到正當的 應該放哪裡就放哪裡 然後把我的升等著作 全部電子檔包括論文 馬上送上圖書館系統 該放哪裡放哪裡 大英圖書館一份 倫敦政經學院一份 Sent House Library 還有到法學索引系統 通通放上去 我同屆107個同學 除了那個因為作弊 抄襲被取消之外 106個同學出了我以外 105個人怎麼做 我就怎麼做 然後員查誰假傳成聖指 去告訴倫敦政經學院 四不一沒有 我一定震怒 結果蔡同學沒有 她只說了一句話 不會吧 來 我們觀其牟子 人淹搜摘 人淹搜摘 我們再仔細的看 她的眼神跟回答的方式 那為什麼要怎麼弄話的話 你說不可以翻牌 不可以用鋼琴 這個我不知道 這個我也想去了解一下 當然不是我定 不會是吧 不會是吧 看到這一段 你不會覺得 演技太差了嗎 如果今天有人冒我的名 去鎖我的論文 造成輿論沸騰 造成這麼多人前撲後繼 去看這份論文 而碰壁 做了這麼多的要求 我一定震怒 徹查誰假傳聖旨 結果他竟然說 不會是吧 這是什麼心理學呢 我要教各位 這叫說謊心理學 說謊心理學就是說 人在心虛的時候 他無法理直氣壯的發怒 他會用側面的手法 他不敢說怎麼會這樣 絕不可這樣 是誰做的 他只會說不會吧 不會吧這句話在心理學上的意思是說 我認為不可能吧 但是他有可能吧 在法律上的意義是說 我主觀地認定他 應該不是這樣 而不是我主觀地認定他 不是這樣 破案了嗎 這是說謊心理學 我要告訴蔡同學 你的專長是做總統 我綜藝咖的專長是演戲 所以你不要跟我比演技 你比不過我的 好各位同學 你們辛苦了 看了一個多小時 你不會覺得 國家之大不幸嗎 我們竟然變一個這樣穿越時空的騙子 騙了三年多 還要繼續騙下去 我們繼續的會追查到底 明天我預告 我將會揭露 蔡同學 在外面為了隱藏她的博士醜聞 用了多少的公關手段 花了多少國家的錢 有圖 有真相 而且我們會再仔細的 來看看學生紀錄表 我要再一次的 詳細的 給大家上一堂課 教大家英國的學制是怎麼回事 蔡同學沒有繳學費 證據在哪裡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在下方點下訂閱按鈕 也別忘了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謝謝大家